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 Showman 我自己做 20S 工作室 在生日用過的收費員 我是在美國讀大學一月的 在美國大學十年回來 回來之後就跟後來跟我的朋友 我們黃新天教英文 他教了英文之後 後來就去從事破功發公司的工作 破功發公司我們是包政府的案子叫做 做了政府的案子之後 後來我就去一些公家單位工作 然後就開始經營這個工作 先覺得幫人家介紹很好玩這樣子 然後也在交易局和收入來過 然後就一直做這個 一般那時候做公職 然後又做自己的愛麗什麼什麼的事 後來我的會太多了 然後又會多之後 就把我和公職的工作 就合約到期 然後到期之後我就轉來做這個 那我就覺得這個還滿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幫人家介紹 婚姻是一種福報 如果說對方就是其實最後他怎樣的話 只要他很幸福 我就覺得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我們的社會的那個一些習俗 都會覺得這是一種福報 我也真的相信我也沒有 就是有福報這一回事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還滿快樂的 那目前慢慢也有開始在收一些 都會希望就是有人幫他們 從畫他們的文明這樣子 那就可以做一個調查一下 然後也 因為我以前有從事公關公司的工作 所以我也有跟一些網友 就是去加入那個伊尼斯的外包網 然後想再接一些清華的工作 然後我回來做這樣子 就覺得說其實我的人生活的 覺得一直也滿努力的 然後也過得滿快也滿幸福的 然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減肥下來 其他我沒有什麼煩惱 對 那我希望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會員們都後來變得非常的依賴我 然後也跟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 那最主要是我自己的口碑行銷 而且我現在目前在高公司的那個形象 口碑都非常的好 對 因為我很重視幸運在這個市場上 口碑還有那個幸運 那我現在唯一最大的困難點 也是我自己的通路 通路的問題像我經營 如果說你經營Facebook的話 Facebook怎樣充滿的人數什麼的 那我自己也有在研究 怎麼去當認識的人會一直給你按讚 會一直給你留言 然後其實你知道有些人 我知道網路作家威威 他就是靠Facebook在賺錢 而且月入二三十八 他不到三十歲已經自己自產六間房子了 所以他很漂亮 然後就一直經營Facebook 然後所以我覺得Facebook 也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痛 就是我自己經營Facebook 你經營的不是很成功 然後我的部落也是經營的比較成功一點 你知道我有寫文章 愛情的文章 然後他們就好多人 一天就會三四百人在看我們的文章這樣 所以還蠻有成就感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昂昂出狀元啦 只要你有心去經營的話 還有就是那個技巧 你都會成功的 而且進步讓自己成長 然後去進步 然後去那個的話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所以我現在目前最大的缺點就是 我自己的那個Facebook經營的不夠好 對 那如果你們知道怎麼經營Facebook的話再教我這樣 對 那所以我就是很高興這一次 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從前都是網路上 其實我對網路上也是不是很聰明的啦 那我覺得就是有一天突然看到這個消息 覺得這個高雄怎麼會有犯意 然後我剛才天天上來帶你講說 什麼創業的那種資訊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過 對 就是自己比這樣子腳踏實地啦 然後我就是經營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就是很很重視商場上的信用跟信譽這一回事 因為你維持很好的信譽 你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客戶幫你介紹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